现在时间是下午3点04分 面对了苏立台风 大家紧绷了一整个夜晚 马上请气象主播韩英告诉大家 这个台风的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韩英 这个台北的风雨好像已经见一些 可是这个中南部的风势还有雨势呢 好 目前呢 其实早上呢 新竹从台风就从新竹这边呢出海了 所以北台湾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不过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现在中南部的雨势是逐渐变大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现在开始要特别小心了 真的是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台风就算是出海 不过超大的豪雨还是可能带来灾情 那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好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了 现在苏立台风呢 其实呢从早上8点的时候呢 就已从新竹这边呢逐渐出海了 现在呢离台湾呢 是11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 朝大陆的方向前进 那么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已经从凌晨方向呢 已经从逐渐的转往福州的方向了 但是告诉大家了 现在北台湾从清晨的时候呢 因为受到台风远离的影响 现在雨势就慢慢变小了 而且这个台风受到台湾地形的破坏 现在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那其实呢从礼拜 从13号开始就会逐渐远离台湾 但是现在呢 马祖福州这边呢 11级的强震风真的很危险 我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 那预计呢今天傍晚之后 整个台风的暴风圈 才会逐渐远离台湾 但是呢明后两天 也就是今天到明天呢 中南部地区影响很大 要特别注意 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的 雷达回波图的情况了 其实从目前的雷达回波图 就知道现在的雨势 整个集中在 就是整个中南部的山区这边了 这边雷达回波非常的强 这就是因为呢 整个台风 是以逆时针的方向旋转 所以现在台风尾 是以西南风的方向 扫进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所以中南部地区呢 从下午开始 雨量就很惊人 还有就是伴随着 强震风的方式 那整个周末的时候呢 雨势都会持续的下 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现在雨势都很惊人哦 那现在气象局呢 也公布了 我们的累积雨量的预测了 其实早上开始 气象局就针对的是全台湾 发布的是超大好雨的特报 其实整个平地呢 都会来到350毫米以上 那可以看到 现在雨势都集中在 整个中南部山区 现在累积雨量都来到了 是300毫米以上 但是要特别提醒哦 现在虽然北部地区 与风雨是趋缓的 但是新竹苗栗的山区的话呢 可能来到今天 总雨量累积来到了 是1000到1300毫米的 累积雨量哦 非常的惊人 那像是台中 南投嘉义的山区 也有700到1000毫米的 累积雨量了 那提醒大家了 像是山区的话 这几天的雨势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从昨天开始 雨不停不停的下 所以呢 今天都要特别小心 像是溪水暴涨 或是有土石流 那大家也要随时 做好撤离的准备了 那么像是北部地区的话呢 现在风雨趋缓 而且东半部地区的话 其实也是逐渐 转为好天气的形态 所以中南部山区呢 今天开始到明天 雨势都持续的下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最后再帮大家整理 苏力台风的注意事项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下午开始 北部的风雨 就已经逐渐的趋缓了 但是呢 现在路上呢 还是有一些倒塌的路数 还有招牌 还没有清理哦 所以出门的时候 下午出门 还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尤其是开车 经过路上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小心 那不过呢 下午开始 整个中南部的风雨 就会逐渐增强 因为受到它整个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现在中南部山区的话 雨势都很惊人 都有可能来到 突破一千毫米以上哦 好大雨 大家都会特别小心 像是溪水暴涨 还有就是呢 土石流 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几天的话呢 雨是冲刷的 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土石松动的影响之下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像是苏力暴风圈 今天傍晚开始 就会逐渐远离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以上的 时尚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